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大动作 这些年浙江省委省政府 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 我们提出了跳出农业发展工业 跳出农村发展农村 我们说要沿着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向 当然不是一下子消除 而是突破这个方向 建立健全以供塑农 以成代乡的发展机制 更加自觉的统州城乡发展 更大力度的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 就是把公共财政更多的倾向到农村 更为全面的发挥三化 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 对三农发展的这种推动作用 使农民群众能够共享开发展的成果 可以说现在全省各个部门 都在做三农的工程师 所谓的工程师 是农兰坪的